主要指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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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瘦的你又没有养葬 你养的羊每一只都瘦 譬如你养羊 人家来到那些羊 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瘦 那你没有东西给他吃吗 那你说 有啊不够 那你不去找多些吗 那他自己算了 他自己搞定了我不搞定 那你养你当然要养围 他有东西吃的 有病就明天一只 躺在地上有病 你又不去医他 有了他就躺在那裡 受伤的你又没有去从他前果 受伤就这样流血 那这一只就可以了 这个神所说的不只是说动物 而是说人 那些人呢 有时四肢发达 但是灵性就很简单 四肢就很大 很现状的 高大威马 怎么知道灵命 就萎缩到 好像小孩子 很生病的小孩子 你很养大他 那求主帮我们 其实你看到我的榜样 你就学我这样做 我怎么去鼓励你们 你就学回这样去鼓励 我的鼓励不是只是叫人的 而是我自己有这个模样 我真的关心你们的事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叫 不是说你要成长 你不要怕他说这句话 有时我们很怕 这是一个欺骗 魔鬼放在你心里 就说 如果你和别人说 叫别人爱耶稣 他会恨你的 他不理睬你 他不喜欢你的 这是一个欺骗的说话 有时我就会害怕 传方人们就会拒绝你 你没有朋友 不是的 其实人们不会的 因为我传方很多人很尊敬我 有些人 他知道我的全国 虽然他不相信 但是他在心里 和他的行动 他会尊敬我 因为他看到我 是有一件事 我很相信 所以我们不要怕 和自己说 这是一个欺骗 就是和别人说 耶稣 别人会拒绝 这是一个欺骗 你跟我说 这是一个欺骗 欺骗 欺骗 我们要放胆 去告诉别人 耶稣的事 有病了 他说有些基督徒很软弱 有病了 正常都不成长了 他就灵命很衰弱了 你又不帮他 受伤的 被人伤害 被人罵完 回来 他很伤心 你又不去关心他 你又由得他 被俗的 你没有领回 当他被人拒绝 被同学拒绝 被家人拒绝 你又没有去接纳他 失丧的 你没有去寻找 那个人明明不得救 你又不会帮他 但用强暴严严的核制 有些人做牧者 只是管核 只是要你们听话 而不是去牧养的 我要牧养 我要管理 但用爱心去管理 教会是要管理的 不可以说 由得他 一盘散沙 一定要处理 譬如每个都迟到 你一定要管理 一定要想方法 他一无牧人羊 就分散 那些羊就走了 你不照那些羊 那些羊就走了 既分散 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这些野兽代表什么 魔鬼和很多不同的宗教 很多世上的东西 将他们拿去吃了他们 他们就变成了失丧的灵魂 所以你有责任的 我们每个都有责任的 接下来就是 我们牧养别人 我们一定要有什么 我们看一看 我们就现在看圣经 我们从21章 17节开始 这张纸我们就读 第15节开始 第15节开始 在圣经那里读 第15节开始 在圣经那里读 第15节开始 21章15节 你和他调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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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他调圣经给他看 OK 我们一起读 第15节开始 他们吃完了做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若我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若我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若我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不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连事的时候 自己束上大子 随意往来 但连路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三次呢 confirm 对了 要他在心里面再想清楚 你是否真的爱我 为什么我们牧养人呢 为什么牧养别人呢 因为我们爱耶稣 因为耶稣这么好 因为耶稣这么关心我们 耶稣为我们死 耶稣不需要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 但是耶稣他没有爱我们 所以他会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神的儿子在天上降生做人 被人藐视 被人鞭打 被人拒绝 然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承担所有罪的懲罚 所有罪的懲罚的奏座降在他身上 所以当时他是受了神的奏座的 这样来救我们 就为了他开天堂门 因为地狱是很惨的 神知道地狱很惨 离开神是很惨的 神又不可以接纳你 因为你有罪 他永远都不可以让你去天堂 他等了几亿万年 你的罪都在 他都没办法接纳你 因为神是圣结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 参加耶稣为我们死 当你一天真的去到地狱 即是见到地狱 而不是去到地狱 当你见到人扔到地狱的时候 你真的在心里很伤痛 那些人永远出不来 有些人就是见过这个异象 当他见过的时候 他真的说 我真的要努力传福音 虽然我没有见过地狱 我也没有见过天堂 但我知道天堂和地狱都是真的 所以我呢 就算什么环境之下 我都会坚信耶稣 你一定会祝福 你是很爱我 所以我一定要对你有回应 在我心里已经坚决这件事 无论我有没有经历 无论我受多少伤害 我都受过伤害 我受过很多伤害 很多拒绝 但这些不要紧 始终我永远永远 就是祝福别人 神又使用我 真的去帮很多人 我们回到香港的时候 他们尽量安排 尽量如何安排 很多的聚会 因为他们很想我能够多些 他说 最初我说 我星期五才到 现在早一天四 他说你不要了 你早了多少 早了多少 所以我一星期日 完了 星期日晚就飞去 因为他说 你回来多少 我们就用你多少 你就帮他们多少 因为他们经常觉得 我去到的时候 鼓励他们 他的灵命会兴起 但我经常说 你们都可以 不是就是我 我有这个神给我托付 但你们都可以 你都可以和我一样 当你看到我是怎么样 的时候 你又是真的去关心人 神就会用你 有些爱耶稣的心 所以耶稣问你 你爱我妈 Rachel 你爱我妈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因为你爱那些人 关心你呢 你说 挺好 那些祖长很好 真的令到我很舒服 真的关心我 令到我又觉得归属感 现在我觉得有价值 那是否只是因为 你觉得别人喜欢你 因为你说耶稣这么爱我 我真的要对耶稣有回应 那耶稣就说 你爱我 你就去喂养我的小养 你去牧养 因为他们需要人牧养 因为那些羊呢 当你看到的时候 羊和人是很相似的 羊呢 在动物之中是很蠢的 他们呢 这是牧羊的人发觉的 这是一个事实 那些羊呢 就自己会走散 你明明走 跟着走 不知走到哪里 是很蠢的 很愚蠢的 有很多人应该做 他又不做 不应该做他又去做 没有了 不知做什么 走走到哪里 又不见了 很害怕 羊呢 又好像人 人就是这样的 明明信耶稣 耶稣很好 又不知走到哪里 去了哪里 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人 像牧羊人 有一个心去找他们 有一个心去关心他们 那我们要配搭的 例如Ruby 你带到一些人 我们每个都一起去配搭 你又要配搭 你要去关心他们 你救到那么多的人 那些人呢 Jeffrey 那些人呢 你去到天堂 你望一望地 这么惨 我以前本来应该去那里 我现在在天堂 我真的好了 你真的会很感谢神 那你想想一下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个个都是在地上的嘛 那你又想想 你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们有这个 牧羊的心呢 虽然 是要付出代价 帮人是要付出代价 李淳他说 要付出代价 他是很困难 他说受伤害 那我问他 是不是真的受伤害很大 他说又不是很大 他想想又不是很大 但是他当初的时候 他又觉得很大 所以他的心 他就不愿意 但是后来他又说 哇 真是神的作为 他又见到异象 他又见到异象